在這樣的時代 我們記憶自己其實也是在記錄的時代 自我書寫裡有什麼目的呢 就是為了記錄、反思、監督 改變自己的行為、性格 自我或存在狀態而寫 文學作家的道德正正是 坦誠地將他所見到、所感受到的東西說出來 古典中國文很少提出那麼多過我 這個我這個個體 在這個黑暗時代是很重要的 午夜廣場文學放得開 時代日記 嘉賓蔡玄峰 文學堂峰 寔苗黄峰 文學堂峰 記錄